這邊是狗好壞喔 這邊是七驅 這邊要去幫別人拍影片 這個很白癡的事情 剛好看到這個 台灣油菜不是都騎機車 法國油菜 就是騎這個車 像腳踏車一樣 旁邊有像老人推車的東西 剛才跑進去送信 用走的這樣子 這就是法國油菜 大家晃啊晃這樣走路 一點都不敢 現在就是到別人家 比較有錢一點的人家 蠻好玩的 幫別人拍影片 這個就是他們 他是在這邊當 保姆 有錢人嘛,車型保姆 這是 Prada的副總之類的 whatever 貴區 家裡也比較高級一點 七驅六驅 這附近就是有錢人區 看起來是 蠻多名牌的 旁邊整道都是 有一點有名的牌子 路人很多都穿的蠻西裝筆挺的 這是花生咖啡 反正是蠻有名的 兩個咖啡店 旁邊就是 雙手咖啡 拍不到 對 還在錄影 這蠻好笑的 反正要花生咖啡廣人 就超級超級超級多 然後這超級擠 其實跟外面人借Menu就好了 何必呢 對 這是一大早擠了名 感覺是名氣比較重 所以大家都要過來 這車好可愛喔 神奇的車 感覺是賣吃的嗎 這早上面有個冷凍系統 看來他是 還會往後滑 哇 旁邊有隻大狗耶 好大的狗 那個是花生 然後旁邊就是雙手 應該是兩個老人的意思 對這個咖啡廳也很有名 反正他們兩個都是有點做文學 就是會有些文學的 細奇的一個咖啡館 但是咖啡館包容的人就少很多 真的人少很多耶 蠻神奇的 只不過他的外面 也比較大一點 就是 那他前面這邊有一個室外庭 就人真的少很多啦 這個是法國藝園 他們的紅綠天是獅子的 然後他這個地方就是 旁邊就是盧森堡公園 走走走走 就前面 這就盧森堡公園 很大一個公園 好 魯神堡館 這看起來真的 近開有更大了 入口 只不過他公園 外面都會有鐵欄杆 也是蠻妙的 今天天氣就很適合逛公園 因為現在 外面大概24 25左右 就是 走路也不太會流汗 然後天氣又乾 然後太陽又大 就蠻適合啦 只是如果怕曬黑蛋就 還是不適合 他這個 跑步人蠻多的這個公園 周圍可能是因為檢視的跑步啦 觀光客也有一些 但也沒有很多 啊這是一個噴泉 這個噴泉還蠻有名的 對 本來這邊就蠻多 這種雕塑的 然後這幾個是 發力最高的樓 也只能再蓋這一棟樓 但是他們蓋完這棟樓 規定不可以蓋大樓 所以其實蠻神奇的 這個 魯神堡公園 應該超大的 但是有點像他們 大岸神里公園那個樣子 這邊超多小船 這小船不知道是不是遙控的 好像是 好像是遙控的 有一堆這個 小船 對 反正這邊就是一個超大的廣場 這樣子 然後很多人坐在這邊曬太陽 都這天氣是蠻適合曬太陽的啦 所以它是 上面有一個突襲物 然後要拿那根 竹竿去戳它 然後把它往前 然後它就自己 因為有風嘛 然後就會 然後這對小孩就在那邊 就想戳那個船 很好笑 那小船就在旁邊租 哦 租要 四塊錢 三 半個鐘頭四塊錢 然後租就可以去玩這樣子 那前面那個樹就修成 一個一個 是一塊一塊的 他們好像 法式田園就是 很喜歡這樣 把樹修的就是整整整齊齊的 然後會有一大堆的雕像 會有很多很多的雕像 那東西會做成比較 像對稱的 建築會是對稱的 然後東西都是對稱的 這邊就是 又是一個對稱的景點這樣子 那邊是一個 網球場 反正這邊也有一些 可以運動的地方 這邊 這一個 小孩子玩的地方 然後前面 有一些 應該有那個什麼 滾球 這些是一個 滾球場 然後它這邊寫說 這是要預約的 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拿那個 像那小剛做的東西在那邊玩 這樣 反正基本上就是 你要把球滾到指定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把邊球撞走 我先拍我先拍 其實 還蠻難理解 啊 這樣丟 這應該是 我猜這裡應該是一個標的吧 我猜這裡應該是一個標的吧 OK 然後這就 這就丟過來 這樣子 然後 再看這第二個人 再丟 然後最後它就是會拿那個尺去 去量就是 你的距離 這樣子 這樣子 他在丟的姿勢超專業的耶 剛剛他就丟一個 就直接就 直接就 撞到邊球 把這個球撞超遠的 我覺得超強的 算是有些丟的丟蠻準的 接著這種距離 這其實不太 不太 撞到了 結果有人把標的都撞走了 只是不知道把標的轉走算什麼 然後他們這邊還會有人下 感覺是下西洋棋啊 前面一大群人就在討論 其實跟 其實跟台灣一樣 就是一天阿伯會在那邊下棋這樣 這樣